Intel 24日宣布, 聯同Lokia合作, 建立首個聯合實驗室, 並將聘請20多位研發人員, 成為Intel歐洲研究院的全新成員, 致力於移動應用體驗, 當中包括在MID產品中使用更自然和直觀性的介面, 如何許許如新運用3D效果, 提供現代遊戲和電影的最佳體驗, 這個計劃主要是支援MIGO作業系統, 研究將在專門研究電信解決方案的學院奧路大學舉行。 據Intel首席技術長Justine Rector表示, 今次研究包括電子及光子學, 同時會研究內電顯示時對方3D能體影像的技術, 這類以前只會在電影才出現的畫面。 這種技術將會令通話更具現場感。 現時奧路大學在這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礎, 相信這種技術很快就會在日常生活中出現。 除了今次的合作, Intel和Lokia將會建立更多聯合實驗室, 延續產業界和學術界的成功合作模式。 其他還包括, 與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理工大學合作的 英特爾巴塞隆拿實驗室, 與德國隆爾蘭大學合作的 英特爾視覺計算實驗室, 以及位於美國加州大學 巴克利分校的英特爾巴克利實驗室。 究竟, Intel和Lokia的聯線, 能否成功清白電信業界, 成為未來市場焦點所在? 該?